去年韩国人的平均期待寿命为男性79.3岁,女性85.4岁,而根据2017年家庭金融福利调查显示,韩国人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2.1岁,比于期退休年龄66.8岁提前4.7岁,退休后第二人生的时间就已经达到17年到23年。 随着期待寿命越来越长,退休后的时间也越来越久,突然面临毫无准备的退休生活,的危险就会越来越大。 去2017年,世界卫生统计,报告显示,韩国再次排在亚洲发达国家,中刺杀率第一高的位置。 这份最新报告指出,每100万名韩国人中,就有284人自杀。 而更令人痛心的是韩国14岁到25岁的年轻人中,超过一半的人因为课程繁重级事业,压力过大又自杀的想法。 更让人不可以想象,令人惋惜的是,45%的自杀人群,来自60岁以上老人。 究其原因,无人养老或许是这个国家自杀率高的最大因素。 你可曾想过,韩国老人的今天或许,就是中国年轻人的明天,在中国大家看见的保安、快递员,都是身强力壮不乏矫健的青年、中年人。 而在韩国,当一打开出租车的门,或是收快递时,首先映入眼帘却是白发苍苍,在这个国家, 你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,在很多岗位上都有老年人的身影。 在这里快递员是老年人,流水车间里是老年人,石黄的是老年人,甚至各式各样的招聘会还是老年人。 首尔,这个国际化大都市,明星模特的聚集地,今年来自杀原书城爆炸性增长,一名七十八岁寡妇的自杀事件,成功惨夺了总统竞选期间的新闻媒体。 与许多韩国人在家中静悄悄的自杀不同,七十八岁的陈慧敏,留下一书趁社会抛弃了他,并指责韩国作为暴达国家是可耻的,似乎想要将自己的死亡,安排成公开反抗这个社会的落幕系。 起因来自于他所在城市的官员告诉他,由于他女婿已经找到工作,所以政府已无义务地援助他,随后他们停止向他发放福利支票。 于是,他入夜后就在市政厅门口和下了农药。 警察在他尸体旁发现了一个钱包,里面有一封绝敏书,上面写道,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? 韩国法律应当服务于人民,但法律却选择抛弃我们。 或许你要问,韩国人自杀就自杀,与我何感? 那么下边就分析一下,为何我们要引起警惕? 说起这一代韩国老人,其实是最有资格休息的一代,因为韩国经济起飞的奇迹,是他们一手打拼的成果。 这和现如今中国政治壮年的70后,80后和其相似,目前,65岁以上老人占韩国总人口,得14.2%,预计到2050年,这一比例将达到35.9%,与韩国相比,中国经济快起飞的主力贡献,这还不能算老。 目前的年轻人也算充足,但几十年计划生育下来,在未来30年里,也将面临年轻劳动力不足,人口极具老龄化问题,而且,由于人口基数庞大,我们的前景似乎比韩国还要严峻得多。 中国正加速进入超老龄社会,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将从,2010年的,1.19亿占总人口,8.9%增加到,2050年的,3.7亿,等于,2010年的3.100亿占总人口,30%,需要人照亮的,80岁及以上的老人将从, 2010年的,2010年到,2010年到,2010年到,6倍,由于快速的人口转型,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,上不算高的情况下,一提前进入老龄社会。 30年后,满大街送快递讨生活的,会不会就是我们这群人,养老金从来不是救命稻草,现在还只是中国养老困境的初秋,距离寒冬到来上已时年纪,但是我们应该嗅到危险的气息了,这头灰犀牛,早晚会和我们迎面而撞,谁会粉身碎骨,谁能全身而退? 接看秋天里的准备,从人口结构来看,将来靠子女养老,越来越不靠谱了,有人说,我们是不是有养老金,年年交社保,不至于到老了吃不饱饭,住不起养老院吧,真的不乐观,养老金,面临的两大难题是,通货膨胀,缺口严重。 韩国政府从1988年实行养老金制度,但只有三分之一的老人能领到,因为你需要持续缴纳十年以上,还需要证明没有子女照顾,才有资格领养老金。 然而即便领到了养老金,在飞涨的物价面前,也只是被水测薪。 据统计,韩国,60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任何人民币,2000元,还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三分之一。 而且,养老金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缺口严重的问题。 截至2017年年底,中国养老保险缺口高达4.7万亿,相关报告估计,到2033年底,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.2万亿。 这什么概念,中国2017年GDP为82.7万亿,在一场白发滔滔的老龄化浪潮里,没人能够幸免,对于曾经在中产阶级焦虑里的下一代,城市里白发苍苍的体力劳动者像是一个预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